就在国民党确定通过由红瘦柱批蓝袍迎战蔡英文之后 警政署保六总队的总统副总统参选人随护警卫队也成军了 由于目前这两位参选人都是女性 所以警卫官的选拔也是万中选一的女警官 各个伸手脚剑 不管是夺枪夺刀还是过肩摔都相当利落 无论是大外哥将大男人摔倒在地 又或者是使出过肩摔将对方重重甩出去 这三位女生动作俐落 因为未来国家元首的安全就交付在他们手中 有鉴于2016总统大选两个女人大战已是不争的事实 保六总队早就被好女随护 身穿蓝色道服的洪玉华将分配给国民党的红袖柱 而一头短发有点阳刚味的蔡嘉文 则是负责民进党的蔡英文 平均年龄都是24到25岁万中选一的女警官 警卫官的陈军也针对候选人未来将遭遇民众呛瞎袭击等状况 不断的反复操练 要将危机降到最低 而他们的任务也将持续到候选人登记 布出中选会后交由国安局接手 欢迎新闻洋传网维台北采访报道